OK 我們來做一下簡單小練習 這裡下面哪一集啊 這個詞畫 近段會生 異名期 遠段會生 同名期 很簡單 算一算 比一比就會了 我們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ELEVEN 11號 你講什麼 恩級 請說 就是 詞畫 近段生異名期 遠端生同名期 你就寫一寫就知道 它叫做恩級 就SSSNG 所以它是恩級 請問你 把磁鐵拿起來 它寫起來是鐵釘嘛 剛才講過鐵釘是什麼磁鐵啊 然後 是轉磁鐵還是硬磁鐵啊 然後呢 暫時還是永久啊 所以拿走之後會不會相吸啊 可愛 大帥哥 帥哥叫做二伯 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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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請說 不會 因為鐵釘叫做 軟磁鐵 軟磁鐵 容易被磁化 但磁力也容易消失 所以磁化原因消失之後它就沒有啊 所以它就不再有磁力 就不會被吸引 所以答案就叫這樣 OK 例如一個永久磁鐵由誰做啊 就是硬磁鐵嘛 我講過了嘛 考試 這個是那個 那個是那個 對不對 剛剛講過嘛 鐵釘啊 鋼釘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要誰來做啊 有兩個根本就不會這樣做 不會被磁化 因為我剛剛講過 要是磁性 不磁嘛 對不對 根本就不是 來 來 可愛大美女 6號 C 你說 答案選的叫做C 那個錫跟銅根本就不是磁性物質 根本就不會被磁化 然後手鐵就是鐵啊 鐵釘啊 我講過 要做軟磁鐵 暫時磁鐵 鋼釘才是 那個所謂的硬磁鐵 所以呢 我們 B不選 我們選的叫做C 我們選的叫做C 就是要你記住的 考試的習慣上 鐵釘就是軟磁鐵 鋼釘就是硬磁鐵 鋼釘就是硬磁鐵 OK 好所以呢 答案就選C 好 停車戰界混 第一個 有兩個 他兩個呢 只能夠互相信 會是哪一種情況 這種題目在 參考書上 常常看到 常常看到 兩個 只能夠互相信 沒有互相排斥 那他會是什麼請求 OK 大帥哥 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三六 你選的叫做C 你說 你選C C 如果都是軟鐵棒 根本就不會C 嘛 那如果兩個都是10棒 那就一定有N跟S嘛 那就會有C跟排斥嘛 因為同名級要相吃 一名級會相吸嘛 所以怎麼樣才會這樣 就是一個是10棒 一個是軟鐵棒 所以答案就選擇是C 好啦 你知道有一根是10棒 一個軟鐵棒 你怎麼知道 長相長得一樣 你怎麼知道哪一個 是10棒哪個軟鐵棒 你怎麼知道 然後就這樣做 有人問你要怎麼做 就告訴你我這樣做 我這樣做 這樣子 會吸 毒A會吸 毒B又不會吸 那表示誰是10棒 誰是軟鐵棒 就講那個10級啊 中性區啊 10級啊 中性區啊 請問你 怎樣 是誰咧 可愛小女生 我們找可愛小女生 3號 3 3 你講什麼 C 選C 請坐 然後 你選的答案叫做 C 10級的兩端的磁力最強 所以不管 整一次磁力 但一定吸得住嘛 才就會吸得住 好 一定會吸得住 但是呢 中性區沒有磁力 所以甲如果是磁棒 他是兩端對不對 他是有磁力的 可以吸得住 如果是乙式磁棒的話 中間就沒有磁力 就吸不住嘛 所以呢 如果甲是磁棒 就應該可以吸得起來 他說吸不強 所以一定不對 所以應該是 那個乙式磁棒 中間中性區沒有磁力 所以呢 答案是甲是軟鐵 乙式磁鐵 我們答案就選C 這也是我們前面所學的 觀念的簡單的運用 簡單的運用 讓各位能夠理解就可以了